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在今天的这个表演赛里面呢 是有六位球手来到了广东电视台的演播室 这六位球手呢分别是特邀球手中国台北的2005年高雄世界撞球锦标赛的冠军得主吴嘉庆 另外呢还有两位菲律宾的球手 被称为魔术大师的93年世界撞球锦标赛的冠军雷耶斯 以及2003年世界排名第一的巴斯卡蒂曼 巴斯卡曼蒂 中国的球手呢有三位 一位是国家队和中国球球培训中心的主教练 98年的全国冠军徐猛 2000到2001全国的冠军 06年亚询赛的越南战的亚军 也就是在这个今年的这个比赛里面 获得了一战的亚军的选手李赫文 还有就是球球天后全国女子冠军潘晓婷 那么今天的这个表演赛呢采用的方式呢是分组进行抢期的这个比赛 我们请这个广东省排球协会的竞赛委员会的金嘉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比赛的方式 大家好 今天一共六位球手比赛 分两个小组 就每位球手打两场 就小组优异成绩者出现 就最后剩两个决赛 那么比赛呢现在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们马上进入到现场看看比赛的情况 今天的比赛呢是分成两组 是第一组的比赛 今天第一组的这个比赛的裁判员 现场的裁判员是邓岳元先生 好下面我们请出第一组第一场表演赛的两位选手 首先请出的是93年世界撞球锦标赛冠军得主 来自菲律宾的雷耶斯 那么和他费类的是九球天后 我们中国的女子冠军潘晓婷小姐 来自菲律宾的雷鲁 一层都不是 Definition Gmail 刚刚雷 interestingly 一个人推一个白球 把他拍球全 就是白球 这些是代表 飞塵司前面 诀光回到 cont 公 watching 拍变了 所以呢 刚刚那个雷尔斯那个白球走的比较近 所以呢 他先开球 他开球有两个球近带了 他继续打二好球 蓝碎那个 那所谓这个九号球的这个比赛呢 也就是说 这个台面上最大的球呢 是这个九号 那你把九号球打进去呢 你这一局就可以取得胜利 但是呢 在台面上要其他球的时候呢 你必须反照这个顺序从低往高打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九号球被其他球撞击 这个近带以后呢 那么这一局也可以取得胜利 这一局的比赛也可以结束了 就包括在开始的时候 大力撞击的时候 如果一撞 这九号球撞近带了 那么这一局也可以获胜 这里也是第一局 很轻松打下一局 这个九号球这个打法呢 就是说 前面你打再多球都没用 关键你九号球要打进 对 所以呢 那个白球的那个走得非常漂亮 能力气控制 要非常好 一个挨一个 一个接一个 一个不能停 一路打下去 全部打进为止 或者说 你有其他的想法 就是说 用低打球去把九号球碰进去了 这个是幸运的成分 就偶然性的成分也比较大 现在轮到范晓廷开球 开水的这一杆呢 要很大的力气 那么 不管你有没有球进 你必须有四颗球撞在台边 这才 这个开球呢 才有效 其实呢 按道理 打得越大力 那个优势越明显 那球都撞散了 撞散了 而且它起码 有偶尔性的话 你那个球也够 也够足够的力量 奔向带里面 他第一端打进了球 但是一号球 被三号球挡住 那么 范晓廷是在2006年的时候 作为第一位参加美国NPBA巡回赛的女选手 中国女选手 参加了这个美国的NPBA的比赛 在去年第38届全日公开赛里面是获得了冠军 2012年参加大阪公开赛的时候就获得冠军 接着呢 又获得了亚洲冠军赛的冠军 2014年呢 是在世界九球冠军赛里面获得第三名 所以呢 他被称为九球天后 刚刚第一端他要点打进了球以后呢 看到规则他可以不直接击打那个目标球 第一端可以 然后呢 对手有权要求他继续打 因为那次第一端他冲完了以后未必能打到目标球 看来 获得救球把球救进去了 好 好 球要进了 来自菲利丁的这个耶稣呢 被称为是魔术师 他在去年的时候 年终的排名是排在第22位 在今年的九号球选会赛里面呢 他在胡志明战的这个比赛里面呢 是获得了冠军 九号球的母球呢 原来是纯白色的 现在就夹了一些红点 就是说 那个球手打的任何旋转 他都能看得一千块处 所以增加了很大的观赏性 就是方面 这个左旋 右旋 就是叫做这个左塞右塞 实际上这个打这个母球呢 最基本的点呢 就是上中下左右 这样五个点 那当然在比赛过程当中 你究竟用多大的力度和这个角度选择 那大小 这个完全根据球手的这个成熟度 今天的表演在开始以后呢 用说雷伊斯呢 这个整个表现出来呢 是这种大降风度啊 非常的稳健 今天小主赛的时候呢 是抢七局 等于是十七局 十九 十三局 七分 再看看第三局 因为呢 在今天的比赛里面 还有一项规定 就是说 选手们 你在这个选择目标球 在考虑打目标球 在这个准备的过程当中 有一个时间限制 要求在四十五秒钟之内 必须完成击球 所以这个裁判手里面 也拿了一个秒表 一个球手打完了以后 他就开始为另一个球手来下表 来击十了 这五次跟男子一起比赛啊 冲球的这个力量啊 好像有点 不太一样 这个逆选手呢 毕竟这个力量 小一些 看来 今天呢 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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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低 看来 他有权 不打 因为他是考虑打完了一号球进去了 只有二号球的位置 不胜好打了 再考虑全局 但雷耶斯青天跑了 一号球推进去了 刚刚雷耶斯这个打二号球没进 那球球比赛啊 每一竿都必须要有球碰旁边 碰台边 这跟斯诺克有点不一样啊 斯诺克轻轻把目标球推走 对 他摆球碰了 他就利用九号球做了一个障碍球 这个球没碰到脚 现在是手中球 就得一内方球手可以把白球置于任何位置 对 自己最好打的位置 他没有像那个斯诺克车的发球区 他这个是任何位置 看来那个潘晓廷是刚才利用一个 这个障碍 被自己证明了一个阻碍 被自己证明了一个阻碍 先来打三号球 先来打三号球 他直接想把九号球打进去 传进去 就是利用四号球 击打九号球 就要走这个捷径啊 潘晓廷搬回一局 潘晓廷 潘晓廷疾惯是山东人 今年还不到二十四岁 那他一路在伤害他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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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待 下一期再见 可以 再去 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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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